如果說它底下有水的造成的時候 它就會讓蚊子直接在這裡滋生 花盆托盤積水立刻倒掉 任何可能滋生蚊子的地方 都逃不過這雙雷達電眼 它是生態防蚊師高建復 帶來這種空瓶空罐 它會如果下雨的話 它就會積水 所以它就會變成一個滋生源 維護環境建設很難 然後破壞很快 隨手一個瓶子 一個空瓶 就破壞掉了 話說無奈 因為這條街從上午開始 已經尋了三遍 搬晚時間又見蚊子的溫床 落葉未清 在這個時候 必須要跟民眾解說的就是說 有些項目是自己家的區域 所以我們必須要自己動手 腳調蚊子的巢穴 就是他們的任務 生態防蚊師全台 只有台北市有 從2014年成立至今 總共有74位 要當上防蚊師不難 只要在環保局受訓三個月 但實戰經驗才是關鍵 那我們從蚊子的一生 從結結到成蚊 這個過程 我們都必須要有一個深入的了解 然後我們才能找到 一個生態的一個薄弱點 去截斷它 防疫視同作戰 一點都不能馬虎 噴上防蚊液 多多少少有作用 只是萬一不小心被傳染 初期出現頭痛 四肢酸痛 關節不舒服 全身疲憊這些症狀幾乎都跟流感相同 登革熱的病人 通常到最後會 身上會出現一些紙斑出來 因為它血小板會降低 那要不然你就要快篩 登革熱與流感唯一區分方式 就是到醫院篩檢 但與其事後治療 社區大規模噴藥消毒 北市集結防蚊師 全面對抗登革熱 記得無限聚章兩號台北報導